我帮投资者买回来的 又是我帮投资者给了MIRS去租 现在MIRS就不要他们内部出了些问题 我不想在这个视频的细节去讲 总之谈不定数 就踢了我的投资者出来 解了个药 有点赔偿 白光说赔偿就绝对不够 好处或者 bonus 就是我们之前MIRS是600多磅租 现在我很肯定我们拿到900磅 或者有机会拿到900多磅租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在这个视频中给一个更新 G4的G4的Postcode Crawfoot OK 这个Property 我个投资者其实就 我其实是MIRS对她很坏的 老实讲 OK 以前租给MIRS的 希望我們現在和Mias 拿回來 做好裝修 就可以出租 差不多結束了 去到尾段 Mias 交給我們是很差 賠了一點錢 那一點錢是完全不夠收拾好廚房 即是不夠的 我現在趁好天 一會跟大家說一下外面的東西 好像Joyce 我太太想進來 因為我們要抓一些首尾 我現在走開廚房 這些屋子 如果你跟開我的影片 是一些田字屋 我們這個是樓上 有樓上有樓下 跟著有隔壁那部牆 有樓上樓下就是四伙人 一個建築有四伙人 他們全部三房 那個廚房是很小的 我剛才站在那裡一個人 是很小的 轉彎都沒得轉 好像香港那些廚房那麼大 租開這一頭的人 租開 他知道廚房那麼大 你全部的對手都是這些東西 所以就接受了 正常來說 三房的廚房那麼小 可以不可以 正常不行 這裡整個區 G44這個區 全部都是這樣的款 難道你不住嗎 因為這些屋 一百年了 差不多一百年 那時候他們做到是這樣的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讓我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阿John 我和我太太阿Joyce 就基於Glasgow 我們是職業投資者 還有我們有間公司 現在是專門幫香港人 物業投資 這個產品是我幫投資者買回來的 那也是我幫這個投資者 給了MIRS去租 那現在MIRS就不要了 他們內地出了一些問題 我不想在這個影片 細節去講 總之談不定 就踢了我的投資者出來 解了藥 那就有少少賠償 白宮說賠償是絕對不夠的 那好處或者 bonus就是 就是我們之前 MIRS是六百多磅租 現在我很confident 我們拿到九百磅 或者有機會 拿多少少到九百多磅租 不過這裏 裝修就要有一筆錢 這裏呢 是應該 Under 15K 我會講Under 15K 因為我要 precisely 多少錢呢 要問我太太才知道 Original的budget 就應該12至14 那應該Under 15 就應該很confident 是做得到 那我現在 一會兒調轉鏡頭 跟大家講一下 做了些什麼 好不好 OK 我現在呢 就去給你們看個廚房 那個廚房呢 是你看到幾小了 OK 五十尺左右 那我們全部和它換光了 OK 新的 OK 新的 各樣東西是新的 拆光了 那麼這裏 遇到一個位子呢 是雪櫃啦 跟著接下來的地下 都鋪啦 因為之前的業主 拿回來呢 他都是租給MIRS的 沒有做過任何的裝修 就是接回來的 現在呢 就我們和它做了一些 新的廚櫃 新的worktop 新的 什麼都新的 OK 那麼呢 在聽這裏來講呢 就地板是現在新的 以前是地毯來的 那些牆呢 就和它執好了 跟著油油 好 之前呢 它上面這裏呢 是有些鋪了一些天花板 鋪了一些bathroom那些東西 那我們和它拆光 做了批檔 所以現在很英俊的 跟著油油 OK 刺翻 我想他們MIRS 是他們 他們死都不認數 肯定是他們 是他們做的 OK 就是做那個天花板 鋪那些膠 好像膠脊那樣 那 那 這個槍呢 這個就不關MIRS的 這些是新槍來的 之前呢 它那些裡面 Internal 爆了 氧化了 搞到好像很怪的 那個槍 爆了 現在呢 這個是新的 還未做清潔 OK 那麼 另外一個槍呢 這個是最小的房間 這個槍也是爆了 跟著上面那裡 之前發了毛 發了毛 這裏又發了毛 現在收拾好了 OK 收拾好了 油了油 OK 其實這裏地毯是換了地毯 OK 這些屋全部都是這樣 有些人呢 就拿了這個房來做Dining Room 我們出租呢 這個當然不要這樣做 租給三房就值錢一點 那裏前面那裏還未做 那裏會做Skirting的應該 OK OK 這個走廊這裏 又鋪了地板 OK 又鋪了地板 跟著呢 有三個房 我逐個房說 這個房 全部都做到 收拾到同一個standard OK 這裏 那場就油了 裝了那些窗簾棍 OK 這個窗沒有換過 好似我們對面那些 那些又是田字屋全部都是這樣 一個門口入 旁邊有個門口 跟著這裏有一個單位 一二三四 好似個田字那樣 全部這些屋都有差不多一百年了 OK 那這條街景其實幾靚的 現在差不多黃昏的時間 我們這裏是高高地的 這樣看回Glasgow那裏 OK 其實幾好的 那這個boiler就是這個房 我給你們看看 那個boiler就沒有跟客人換的 OK 如果換就不止這個budget了 那這間房就鋪了新地資 以前沒有鋪到下去的 現在都鋪了下去了 裏面不停跟它游下游 OK 因為反正這麼大的project 我們就跟它做了 OK 換了燈罩 OK 那我Joyce還在驗 跟那些師傅說有些什麼要收拾 那這裏房又是這麼類似的 OK 這個很漂亮 這個應該是主人房來的 OK 這個房我告訴你 有兩百尺 兩百尺 那根本 有些人就拿了這個來做廳的 我就disagree 應該是房來的 因為它這麼大 做廳都可以的 其實 OK 不過那裏廚房很怪 這個有個walking的衣櫃 這裏又換了地毯 那些牆就跟它翻身了 油了油 又換了燈罩 跟著安了窗簾棍 OK 那窗是original的 OK 那走廊就是換了地板 OK 那這裏的走廊 我們是行樓梯上來的 那就要跟它收拾好 油了油了 跟著又做了這些地毯 OK 那它那個bathroom 一上樓梯 就有個bathroom 我給大家看 那bathroom 我們還在查些東西 有沒有漏水 OK 我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那這個廁所 就最少東西做了 OK 我們就最少 最少是做清潔的 是還未開始的 清潔 我們要收場的時候 才做清潔的 那現在這塊板 我們應該這塊 它原本那些是很薄的 會動的 那這些做bathroom 就不太實際 我懷疑應該Joyce 就會找人做一個比較硬正的那些 或者這個good enough都不定 放下去我就不太確定 OK 老實說 走廊這裏 又是這樣 做好了 做好了 OK 它這裏還有個 有個roof的access OK 其實我們不會給租客用的了 只不過是拿來拉電線 好像那些電線 由屋 由上面那裏拉 就會方便些 那這間property 裝了差不多 我想兩個月左右 現在應該 差很少 差做清潔 可以收拾好手尾 就可以放出去 這個property Joyce 現在捉回師傅 做漏了的東西 跟著就看一下 還安排一下 要做些什麼 清潔 我們很快就放上去市場 現在是十月底 我們都很conscious 這個投資者 其實都 每月前 他交回來 都有一段時間 沒有租收的 所以這個都很痛苦 對他來說 我們儘快儘快 要跟他聖誕前 要入到租客 因為如果太遲 譬如12月才找租客 有機會可能 找不到租客都不定 因為12月 這裏 那些activity 是慢了些 不是說 絕對找不到租客 機會是少些 好似我們中國人這樣 會不會農曆新年 前兩三個星期去找屋 去搬屋 不會的 他們都忙其他東西 忙其他做聖誕的東西 忙其他家的東西 所以都不會搬屋 所以我們現在 是有一個window 在這裏 是一定要幫他 achieve到這件事 租金以前收六百多 他在Mias差不多三年了 現在就會拿900 鬆跌到 900 900 這是我的target 因為現在這間屋 很帥氣的 任何東西都做好了 基本上沒有東西給租客 可以投訴 除了廁所 廁所 廁所 本身很好地 沒有理由 又撥爛了他來做 對不對 那那個 就要就住 OK 因為就住 預算去用 要快點 幫投資者拿回報 因為他花了十幾 K在這裏 還有 有好幾個月 沒有收租 好 現在 接下來 有 更新 差不多 準備好 或者我再回來 做個 walkthrough 給大家 就這樣 我想你們 幫幫我 就是 我想達到 2K的訂閱 YouTube訂閱 如果在看這個影片 我希望 有千百左右 其實做到 兩千都不是很多 給個 YouTube 即是給個 訂閱我 給個 Like我 我下一個影片 先跟大家聊 就這樣